她说,对我来说真的是在过滤朋友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 他们把对中国政府和国家的所有恨意 全都向我一人发泄 觉得我很脑残 钟明轩直言 虽然理解朋友们有自己的政治理念 但他无法接受朋友仅因政治立场不同 就否定多年的友谊 YouTube知名红人钟明轩近期拍摄多部在中国旅游的影片 在网路上引发热烈讨论 然而,除了网路上的正反两派论战外 他日前透过个人社交平台发布影片 透露最近也因政治立场问题而被朋友们遗弃 引发关注 钟明轩在影片中无奈表示 最近因为政治立场的差异 让他与多年好友的友谊关系全数破裂 甚至连线上都受到谩骂于人身攻击 他说,对我来说真的是在过滤朋友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 他们把对中国政府和国家的所有恨意 全都向我一人发泄 觉得我很脑残 钟明轩直言 虽然理解朋友们有自己的政治理念 但他无法接受朋友仅因政治立场不同 就否定多年的友谊 他问来说,没关系 这真的就是在过滤朋友 在他的立场 他觉得他的政治立场跟我不一样 但他没想到的是 我的政治立场跟他也是不一样 可是我尊重他的政治立场 我可以跟他做朋友 我也没说什么 面对友情的失去 钟明轩质疑现今社会是否归于极端化 无法接待不同声音 他反问道 这个世界有需要活得这么单一吗 人生来这边体验 你活得这么单一干嘛 我政治立场跟你不一样不行吗 最后 钟明轩更直指有人的比友善行为 质疑到 难道我平常送你都是白白送的吗 难道我从未请过客吗 言下之意 他无法理解有人如此无情 甚至是多年好友如物 这段影片一出 立刻在网路上引发热烈讨论 施词则表示 政治立场不应凌驾于右翼至上 而是应当互相尊重 反对者则认为 钟明轩账助知名度为中国发生 本就与民主价值背道而识 有人歌喜无可厚非 这场风波再次凸显 政治议题在当前 社会仍然存在严重分歧 即便是在朋友之间也难免纷争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他坦言 虽然对某些文化现象感到喜爱 但对其他方面则感到反感 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 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台湾知名网红钟明轩的 中国自由行成为了近日两岸关注的焦点 钟明轩在其YouTube频道上传的新影片 《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国》 分享了他在北京的日常探索 另外的请到一位 城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导游 该男子至少到长得像 没那个运 这一幕引起了观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钟明轩此行的宗子是 要认识一个国家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深入其民间 他坦言 虽然对某些文化现象感到喜爱 但对其他方面则感到反感 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 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尤其是当地人得知钟明轩台湾人的身份 就敏感的政治话题进行讨论时 总是会听到对方表示 咱们都是中国人 两爱一家亲 久而久之感到烦躁 各式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讨论浪潮 在一段引起广泛争议的影片中 钟明轩提到 他认为中国在某种程度上 是言论自由的地方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惧 这番言论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视频员指出 钟明轩的这种认知 可能源于他对所选地区的误解 从而对中国产生了错误的好感 这不仅反映了台湾社会 对于中国的不同看法 也暴露了两岸之间 在政治认知上的巨大差异 吕秋元律师在脸书上 对钟明轩的言论提出警告 他认为钟明轩在政治敏感时期的 这些言论可能会让他陷入不必要的风险 吕秋元引用别王火资本来形容钟明轩的行为 暗示了其潜在的危险性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如果离风赚到钱 尖风还这么贵 我就骂他们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则指出 国旅高价格的问题 更源于三大问题 在台湾 国内旅游国旅的高昂价格 一直是热门讨论话题 近期 针对国旅高房价的问题 各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解决方案 从多个角度探讨国旅高价格的成因 民众的反应 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 首先 台湾观光区在周末的旅宿价格 高达一碗破万元台币 这使得许多民众认为 相比之下出国旅游更具价值 对此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如果尼风赚到钱 尖风还这么贵 我就骂他们 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国民党立委李燕秀则指出 国旅高价格的问题 更源于三大问题 旅宿业者的价格设定 政府的监管不利 以及旅游市场的供需失衡 在民众反应方面 许多人对于国旅假日的高价格 感到不满 透过街访和社群媒体的讨论 可以看出民众对于国旅价格的 普遍不满 许多人表示宁愿选择出国旅游 此外有关国旅的热门话题 也反映了民众对于国内旅游市场的 关注和期待 对于国旅高价格的问题 王国才部长提出了几项应对措施 他表示 目前国内旅宿业在周五至周日的住宿高峰期 房价过高 而平日则相对便宜 这样的价格悬殊主要是因为 业者需要利用尖峰期的收入来补贴平日的盈运 王国才进一步指出 如果国际旅客来台的人数 能够回到1200万人次的水准 填补旅宿业平日住宿的离风 就有理由要求业者降价 他透露 今年有望看到房价的调降 并强调如果价格没有下降 他将会亲自出面批评那些业者 此外 政府也推出了国旅补助等措施 旨在鼓励民众选择国内旅游 并尝试通过补助来缓解高价格问题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内旅游的吸引力 但民众和专家普遍认为 要彻底解决国旅高价格的问题 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和措施 根据调查 2023年台湾年轻时代在国内旅游上的平均年支出高达260940元 这一数字远超过许多人对于年轻人消费能力的预期 相较之下 国外旅游的平均年花费更是高达804804元 在当代台湾 年轻时代的消费行为一直是社会 经济研究的热门话题 近期由大数据分析平台网络温度计与德卡尔共同发布的2023年轻时代消费力调查 在国内旅游下揭露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数据 尤其是关于国内旅游的花费 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年轻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也映射出台湾旅游业的新趋势 根据调查 2023年台湾年轻时代在国内旅游上的平均年支出高达260940元 这一数字远超过许多人对于年轻人消费能力的预期 相较之下 国外旅游的平均年花费更是高达804804元 显示出年轻时代对于旅游的热情及投入程度 这份调查涵盖了2411名35岁以下的年轻人 透过性别、年龄等多重反复加权 确保样本的代表性 调查结果显示 年轻时代在各项消费行为中 对于旅游的投资尤其显著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旅游 年轻人都显示出愿意为了丰富的旅游经验而投入相当的经济资源 这一消费行为背后 反映了年轻时代对于生活品质的高度重视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环境中 旅游成为了他们寻求心灵慰藉 拓展视野的重要方式 透过旅游 年轻人不仅能够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 更能透过接触不同的文化 自然景观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 此外 这一消费趋势也对台湾的旅游业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机遇 随着年轻时代成为旅游市场的主力军 他们对于旅游品质的要求也日益提高 这要求旅游业者能够提供更多元化 个性化的旅游产品和服务 以满足年轻人对于探索新奇 追求个性的需求 例如 对于国内旅游而言 年轻人更倾向于选择具有特色的民宿 体验当地文化的活动 或是参与生态旅游 探险活动等 这些需求促使旅游业者必须不断创新 开发出更多符合年轻时代期待的旅游产品 然而 这样的消费行为也引发了一些社会投论 尤其是在经济压力日益增大的当下 年轻人如此高的旅游消费是否合理 这背后是否反映了年轻时代在面对压力时 选择透过消费来寻求心理慰藉的心态 对此 有专家指出 年轻时代的旅游消费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支出 更是一种对于生活品质追求的表现 在全球化 资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 年轻人透过旅游拓展事业 增进自我成长 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肯定的生活态度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